中国又有一个新的很神奇的很厉害的一个东西 而且就在我们漂亮的成都这边 昨天晚上Markie看到就在我们成都这边 现在就有了全球最长的高分子材料3D答应的巧 听起来有一点点复杂 但是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基本上从一个3D答应机里面答应出来的 这太疯狂了吧 高科技 这个桥是在我们成都这边的龙泉义区 如果你们第一次看到我的视频了 我是Markie 我在成都 欢迎跟我一起来看一下 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消息呢 有没有过来看过全球最长的高分子3D答应出来的巧呢 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分享一下的事情 所以说今天我把你们带上我们一起过来看一下了解一下这个事情 我的朋友们今天咱们成都这边的天气 一般昨天晚上下雨了 所以空气还是算比较好的 但是没有太阳 你们也知道Markie最喜欢有太阳的时候 我说明天气是在这边的天气 今天Markie就坐成都的地铁来到龙泉义这边 现在在伊马赫公园 Markie好不容易来一趟龙泉义 所以住在附近的朋友们快出来一起来玩一下呢 昨天晚上Markie看到这个消息之后 我觉得哇真的很厉害 这是一个这么高科技的一个东西 而且这个就是全世界最长的一个桥 我还记得3D打印第一次出来的时候 我都有点不敢相信 毕竟这是一个普通的打印机 然后你平时用打印机就打印一些纸 用一些墨碎打印一张纸出来 那么现在已经有一个科技叫做3D打印 你可以打印出来一些房子一些车子 这个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这个公园本身也非常好 很舒服 环境很不错 而且很安静 Markie最喜欢来中国的公园 成都这边的这个3D窍 总共22.5米长 2.6米宽 还有2.7米高 到处都是桥 做这个3D窍 总共花费了12吨的材料 然后用了35天的时间 我觉得这些数据还是非常厉害 这个科技虽然说这么高级 这么复杂 但是中国能够完成一个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就代表着说明 中国在这个科技上面 已经非常往前 已经非常成功 难道之后 我们在这边还能看到 从3D打印记出来的房子和机舱 火车站 机车呢 我觉得中国的这个科技发展 真的是太快了 也能够让我们看到世界的一个未来的情况 但是就是在今天的时候 哈哈 那么我的朋友们非常尴尬的是 马克现在已经到了半天了 然后还没有看到这个桥 那么我网上去查了一下 然后才了解到 这个桥已经前几天完成了 但是现在还没有修号 还没有安装 现在好像还在路上 他还没有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但是没有关系 马克来都来了 所以在这边就好好上一会儿步 喝个下午茶 享受一下这边漂亮的一个风景吧 我觉得问题也不大 因为毕竟马克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 看到了一些新的东西 然后在这边可以好好享受一下 等下一次这个桥安装好了 然后全部都完成了 马克再过来看一下这个神奇的一个科技 我就知道在我们欧洲那边 在德国也在疯狂的去研究 去投资这个科技 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做得非常成功 在中国这边 这个科技已经这么往前 已经这么成熟的话 代表着中国在科技上面 已经跟世界跟得上了 甚至都超越了它 而且这个事情就出现在咱们成都这里 所以说还是咱们成都比较厉害 但是马克现在准备在这边 再稍微逛一会儿 再了解一下龙泉仪这边还有 啥子好耍的东西 再看一下能不能找一些啥子好吃的东西 或者喝个下午茶 下午咖啡 然后待会儿准备坐成都的地铁 回到市区里面去继续忙咯 哇我的朋友们你们看 我的背后都可以看到龙泉山了 这也太良意了吧 那么现在我也要问一下你们 我的朋友们 你们知不知道这个新的3D大银桥 什么时候能过来看一下呢 什么时候能到成都会安装好呢 还有你们是不是跟马克一样觉得 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 非常厉害的一个科技 而且是否觉得我们中国这边 我们成都这边有全球最长的这个3D大银桥 是一个非常棒的事情呢 请你们在评论里面跟马克分享一下 首先我们下车 Evans 在这个 gourmet里面跟马克一样 哇 看这个梦 其实您有一条 您下车 我们下车 我们下车